天氣變熱 民眾到海邊汐水 大人游泳衝浪 小朋友在岸邊玩沙 如果怕太遠 有些人會選擇運動中心 游泳池內打水仗 看起來很平常 但西班牙有專家提出看法 認為在淡水和未經處理的水體中 武漢肺炎的病毒比較容易存活 反觀海水中或是游泳池和SPA管 水質經過稀釋和消毒 病毒失去活性 感染機率較低 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游泳池裡面是不是傳染得更快 也可能覺得說 大家會有口水啊什麼 但其實游泳池裡面是有加藥 所以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可怕 說一下游泳容易被傳染 在游泳池內 其實都會加入率 使病毒失去活性 濾含量在0.3到0.7ppm 具有一定的殺菌效果 這個消毒的方法是可以殺死所有的病毒 要注意的就是說 大家要噴出到的地方呢 要傳染做環境的消毒 那不要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 這樣的話就不太會有那個 病毒傳染的風險 民眾除了游泳之外 也會想要來桑拿市裡面 儘管裡面是密閉空間 但裡面的高溫恐怕讓病毒很難生存 烤箱和蒸濟室 溫度都保持在50或60度以上 這個溫度病毒根本無法破碎 夏天玩水 無論是海邊或是泳池 只要提高警覺也能安心出遊 再次用光宣群巾 看不到